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刚入门的新娘 而这位姑娘看起来是真的美 但是却一直问着为什么 为什么 原来她嫁进来后才发现 自己的婆婆是个变态的欧巴嫂 不让姑娘干家务倒还是让人羡慕 但是不让喂鱼强迫洗澡 这些是什么意思 人活着需要自由的好吧 而姑娘也只是在诡异的目光和关切的话语中 说声谢谢 被强制洗澡也就算了 宽阴解态的时候 欧巴嫂又突然出现 你是有多变态 跑来看姑娘洗澡 姑娘被吓了一跳 而欧巴嫂只是呆目的说 你变胖了吧 什么 体重这种女生最在乎的是 怎么能被一个欧巴嫂平头论足 于是姑娘果断否认 然而变态欧巴嫂 并不放过弱小的姑娘 一把拉开了她的衣服 姑娘果然是很丰满 让我妄自心叹 欧巴嫂震惊的说 我不会原谅你的 你长胖了 这位欧巴嫂 人家只是稍微丰满了一些好吧 至于这么震惊吗 于是欧巴嫂拉着姑娘直接拖走 而此时的地狱少女言莫爱 感觉到了寒夜中少女的哭泣 不知道被怎么对待的姑娘伤心的哭着 而此时 姑娘的丈夫 却在享受着美女的按摩 姑娘哭着跑进丈夫房中 丈夫却带着一脸的微笑 此时的男主到底爱不爱姑娘啊 这微笑是什么情况 姑娘向丈夫诉说了自己的害怕 丈夫却为欧巴嫂辩解着 而此时的欧巴嫂 用磕刀疯狂的摧毁了雕刻的人偶 丈夫也背对着姑娘 告诉姑娘因为她是重要的新娘 所以什么都不用做 怎么感觉这男主也有些诡异啊 完全不爱姑娘的样子 而此时的姑娘 却被可以做早饭的喜悦所冲婚 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 高兴的姑娘蹲着早饭走进饭厅 却被欧巴嫂严厉告知 不用做家务 并且给姑娘安排了空气减肥餐 告诉她挺直几倍 只需要像人偶一样美丽 婀娜 而姑娘对丈夫的哭诉 也全被欧巴嫂看在眼里 原来欧巴嫂要制作一只死亡人偶 来参加比赛 而折磨姑娘 就是为了对照 做出充满哀怨与绝望的人偶 此时 地狱少女收到了姑娘哀求的来信 拥有死神之木的少女冬 也看到了这一切 可怜的姑娘 在夕阳下收到了用来诅咒的稻草人 想起从前的一切 原来姑娘少女时就被欧巴嫂选中了 姑娘想做个真实的人就这么难吗 东二人组 此时在姑娘家外 想要阻止诅咒的发生 顺利见到姑娘的二人 还对她进行了劝说 而姑娘则表示 自己不能拖累孤儿院的大家 原来 欧巴嫂一直支持着孤儿院的运营 而出生孤儿的姑娘 不想毁坏儿时的家 偷跑出来的姑娘 还是被仆人发现了 东二人组 则觉得姑娘不会再下诅咒 然而被抓回来的姑娘 又是被欧巴嫂一阵折磨 想到关心自己的丈夫 姑娘下定决心诅咒了欧巴嫂 诅咒应验 欧巴嫂刺向人偶的刀 插在了自己手心 而欧巴嫂的身体也开始人偶化 她待在一群人偶中 说自己是神 地狱少女将疯了的欧巴嫂 送向了地狱 欢喜大结局啊 姑娘终于可以和丈夫 长相厮守了 姑娘对丈夫表示 以后会用全身心来爱她 而丈夫却对姑娘说 你只需要看着我 像个人偶一样就好了 胸口的印记 仿佛嘲笑一样 自己的胖瘦 自己都不能控制 什么事情也不被允许做 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 明明是一个鲜活的人 却要被做出此气沉沉的人偶 整天被欧巴嫂呼来喝去 丈夫偏偏还是个妈宝男的感觉 故事中的姑娘实在是太可怜了 最后终于要过上 充满粉红泡泡的生活 可终究还是陷入了 可悲的新命运里 最终还是个可悲的人偶啊 一目连也感叹着姑娘的命运 也许很多时候 人就是这么可悲吧 这里是慢之声 我们下期再见